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微博来发声 小事件小人物也能够通过微博获得关注和帮助 在微博这样的一个平台 大家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微博之力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 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一个人要怎样努力 才经得起潮流的更迭 时代的变革 一个组织 要怎样努力 才经得起科技的征法 后浪的击打 外面对我来说 它更重要的意义不是找寻到那个答案 而是在找寻答案的过程 我就需要有一个自行的头脑 不断地去推进自己往前 分心迭代其实并不来自于外界对我的压力 而是我自己还是一个会对事业充满好奇的人 所以很想去学习去吸收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新浪记录着我的成长历程 博客的出现 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突然就拉近了 更加是倾向一种平视剧 这种距离也在互联网上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已经发生了改变 时代再变 不必感伤 也不要沉迷昨日的人光 必须勇往直前 大浪竹心 永不停歇 相比起当时的博客 我觉得它更加轻盈便捷 觉得很新鲜 有很多的未知 它就像一个新物种一样 觉得年轻人会很喜欢 我对于微博 就像我自己的成长一样的 就是分阶段性的 我从09年开始尝试创作 音乐一张一张的积累 到去年发行流行这张专辑 整个绿春的思路和关注的东西 其实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 在此之前 我其实更加地聚焦在 个人的感受情绪上面 所以那个时候我离开微博 我认为我要先做好我自己的事情 那个时候 其实没有太多地去想过说 做一个人的一种社会责任 当然跟我出道的一种质疑的环境 也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你总是会把自己包裹起来 有一个很坚硬的外壳 但实际上当你的成长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每一个人彼此之间那种息息相关 不是说我今天离开微博 这种关系就不存在了 我觉得在面对这样的社会责任的时候 我自己不想只是做一个沉默者 所以在去年 我带着自己的音乐作品一趟 回归到微博 如果我有更多的能量 通过我自己的小小的影响力 可以传递给一些人 我认为这是有价值的事情 我觉得音乐不能是无根之木 也不能回避现实 作为一种最流行也最大众的艺术表现形式 它需要面对一些社会问题 我认为它是有社会责任的 微博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到公益当中来 加上两次地震 我自己都非常地担心 也非常焦虑 在那个当下 我想把我自己想要说的事情 我想为家乡做的一点点事情 尽快尽我所能地去做到 它就是一个最好的平台和渠道 我发到那个微博之后 就看到很多的歌迷 还有就是很多的评论 大家有聚集自己小小的一份力量 把它凝聚起来 一起投入到那样慈善当中 微博这样不同的个体价值汇聚起来 让爱变得能量更大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 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知识能感受到互联网带来的温度 也是会让我觉得 在不断地发展的进步的互联网 了不起的地方 大浪竹心与时代同行 我是李玉春 祝新浪二十岁生日快乐 我们一起致敬影响力